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类似雪崩的冰崩 并且整座冰川还在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往海面移动 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 莫雷诺冰川才没有全部对外开放 一方面考虑的是游客的生命安全 另一方面则是为冰川考虑的 毕竟这座冰川已经有20万年的历史了 如果是其他物件的话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淀 也早就变成无价之宝了 不过即使无法全面地欣赏冰川美景 游客们也可以在保护区内近距离接触冰川 如果条件允许 甚至还可以申请在冰川上行走 对于这样一座避暑圣地 小伙伴们有兴趣去看看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欢迎订阅